来看看新闻吧 首先呢要先祝电视机前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明星们也在忙着给自己的妈妈送祝福 一起来听一听 身为儿女的她们发自内心的 我们平常听不到的那些肺腑之言 5月12号 天王郭富城现身北京 在某商场内为国际知名万表品牌新品站台 大笔粉丝早早守候在场 只为一堵天王风采 当天一身比挺西装帅气依旧的郭富城登场 立刻引来现场阵阵尖叫 谈及第二天的母亲节自己将如何度过时 郭富城也开心地表示 所以我做完今天的活动之后 马上晚上就赶回香港 准备明天呢 我已经为妈妈要 已经安排好一顿非常非常丰富的晚餐 因为以往我跟妈妈吃饭 都是在一个同一个地方 但是我想 节制我想在节制的补气节里面 带妈妈去别的一个中菜的地方 跟妈妈去吃一顿很好吃的中菜 亚洲舞王小猪罗志祥 再度举办了自己新专辑 有我在的庆功演唱会 现场舞台充满金属机械感 罗巴马竟然以皮革黑丝造型登台 更吊起了肉母 痴心完全不知情的罗志祥 在罗妈妈出现的瞬间 就完全被雷到崩溃大笑 一直到妈妈表演结束后 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更会妈妈气势堪比黄小虎 让全场笑成一片 我是谁 我是谁 这个好像黄小虎 小虎也与全场歌迷 一起提前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更与妈妈上演嘴对嘴热吻 母子情节可见一斑 真的很坏 下巴了 自15岁就闯入娱乐圈 至今有22年的徐若萱 面容与出道时相差无几 身材也依旧火辣 完全不受岁月的进染 从小与母亲相遇为命 感情十分深厚的徐若萱 不仅以妈妈相互亲热献吻 还透露了母亲节 自己为妈妈准备的大礼 哄得徐妈妈喜笑颜开 娱乐圈中的孝子孝女们固然不少 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 他们中有的人用尽自己的所有能量 为孩子创造好的未来 有的转移事业重心 只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告别宝贝阶段 他们也是一直为孩子操心不已 他们就是明星妈妈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细数 娱乐圈中的劳心妈妈 并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曾经的韦维因一手亚洲寻风 彻彻底底的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 而在20年后的今天 我们看到的韦维确实是一个人 抚养三个孩子长大的单亲妈妈 据了解 韦维的三个儿子 都是他与前夫 瑞典音乐家迈克尔所生 2004年两人离婚 在经历了痛苦的离婚大战之后 韦维带着三个儿子返回国内 重新打拼事业 独自抚养儿子的艰辛可想而知 之前九年的婚姻生活 加上生育三个儿子 几乎占用了他整个事业的黄金期 如今人到中年 要再战的歌谈又谈何容易 除了要打拼事业外 韦维也不得不一个人 担起教育儿子的重任 单身母亲能够把他们这几年 最关键的这几年 这六年养育得这么好 一个也是养着塞也是放的 绝不是那样 真的是你要分出一句话 你要说三遍 必须的 一个道理要讲三遍 而且还得重复 但逐渐长大的孩子们 却给了韦维莫大的成就感 大儿子塞塞更是成为妈妈的 得了一小帮手 平时妈妈的服装 你也要帮她打点一下是吗 对啊 你会帮她选穿什么 她会穿上一件衣服 然后她会问我 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然后我就会告诉她好看 或者需要另外一个颜色 或者配别的鞋 什么那样的 虽然儿子们都已经逐渐 开始为韦维分担压力 但是对于韦维来说 八年的单亲母亲 让这位曾经的中国歌坛巨星 操碎了心 用青春与事业换来了 儿子的健康成长 同样身为单亲妈妈的严妮 在娱乐圈中 一直以简单直爽著称 和韦维不同 严妮在出演电视剧 《武林外传》之前 一直是龙套演员 所以养家的担子 对于这样一个单亲妈妈来说 就显得格外的重鞋 这些导致了严妮和女儿 在生活中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据严妮说 现在拼命工作非常忙碌 更多的时候会和女儿 她上学都不知道 就发短信啊什么的 当然严妮也时不时地 会带上女儿一起去工作 被记者发现后 工作人员就立刻 把严妮女儿带进了休息室 当有媒体问起严妮女儿 会不会向演艺圈发展时 严妮的回答则是顺其自然 其实严妮平常也是很少 愿意主动谈及女儿 也许是因为熟知圈内的水深火热 严妮并不希望女儿 过早介入或是被介入 总之严妮这位单亲妈妈 对于女儿的保护 可谓是严防死守 就算是戏再多 也会留出精力 把女儿保护得严严实实 随着赵雅芝小儿子黄光叶 在镜头前的频频曝光 黄光叶进军演艺圈的传闻 便不久于耳 小儿子黄光叶 是赵雅芝最为疼爱 也是最帅气的 而当得知 儿子希望进军演艺圈时 作为圈中不老神话的赵雅芝 还是抓紧一切机会 帮助儿子增加曝光率 我今天今天出餐 那就叫他来做助理 我想因为他的普通话 还是需要多练习嘛 所以就趁他假期的时候 有机会就带他来 多练习了 其实不难发现 早已经将重心转移到 家庭上的赵雅芝 最近的活动又多了起来 而每次出席活动时 不变的问题就是小儿子黄光叶 而赵雅芝的回答 往往都是支持支持再支持 我也有点意外 因为他以前念书啊 一直在学校啊 一直从小到大 就没有跟我讲过 他对电影方面有兴趣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 他有自己的喜爱 他就有兴趣去学一个 自己喜欢的 未必是将来的工作嘛 目前来讲 是他去选的一颗学历嘛 虽然每次都是肯定回答 但是处处为儿子着想的赵雅芝 也是一再表示 儿子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完成理想 我觉得他不希望靠我们 他希望自己闯 自己的视野出来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 赵雅芝甚至圈中不易 在不知不觉中 为儿子铺出一条坦荡心图 才是上上之策 而且首先肯定 自己对儿子的支持 代表是儿子不希望 借助家中力量 既树立了儿子的形象 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看来今年的赵雅芝 相比往年 真的是费心不少 提到杨岚你会想到什么 中国职业女性的典范 如今坐拥70亿身家 还是当今中国 最出色的女性之一呢 其实在光线外表之下 杨岚更是一位成功的母亲 她觉得一个智慧妈妈 应该观察孩子的 潜在能力和才华 杨岚认为表达能力的培养 太重要了 几乎是一个人 能否成功的关键 因此她特别鼓励孩子们 表达自己的建议 说出自己的想法 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谈 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这样呢 其实是让他们也去思考 形成自己的观点 我并不需要他们 同意我的观点 只要他们说的有道理 我就会欣赏他们 其实小孩子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幼稚 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自己 非常有道理的地方 所以作为大人 应该去平等地 欣赏他们 鼓励他们 杨岚觉得成为一个好妈妈 最重要的是 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家庭 所以做一个好妻子 是至关重要的 杨岚就是在自己 对婚姻家庭 有了这样成熟的认识之后 在美国读书时 遇见了现在的丈夫吴征 两人有相同的成长背景 文化背景 以及共同语言 两人一起创办了 阳光传媒公司 吴征以资本操作和管理为主 杨岚则是创意更多一点 两人相濡以沫 已经17年 这种稳定的家庭生活 很是让人羡慕 杨岚婚姻保鲜术就是 当你选择了自己爱的人 那么这种两情相悦 就会让彼此长久在一起 其实婚姻就是 不断地落入情网 只不过是跟同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俩 激情还蛮多的 抛开名人的光环 去掉商人的头衔 你会发现 吴征和杨岚之间 没有名利 没有电视 没有商业 没有应酬和媒体 只有街道上的散步 和图书馆内外的等待 在公众面前的杨岚 我们看到的是 美丽与智慧并存 事业与家庭并重的完美 然而杨岚也坦言 这种平衡也是需要挣扎的 做一件事情要做好的话 就是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跟家里人在一起的时间 也很重要 很珍贵的 所以往往在这两个方面 有的时候需要挣扎 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些很好的规划 如果你不做规划的话 很容易这件事重要 那件事也重要 然后慢慢地就超出了你的所有的时间 就挤占了你跟家人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发现 比如说跟家人的时间 还有包括体育运动的时间 我都先把它列出来 然后这样就防止 那个事情多的时候忘记了 杨岚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很好地融合 并通过自己开创的节目 来传达出自己对于孩子 对于家庭的态度 我觉得小孩其实那心眼挺贼的 他要先摔倒 他不是一下就哭的 当他不是特别疼的时候 他先左右看 看谁在关注他 对 你这时候一再在关注他 他就马上 就那样 把自己的观点 通过节目 传达给更多人 帮助到更多人 虽然费力费神 但是乐此不疲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 我有的时候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吃到一半 我就特想跑 我就想回家 我就觉得跟你们在一起 怎么会比得了 跟我的女儿在一起那么快乐呢 真的我觉得 李静和从事唱片产业的丈夫 黄小茂相识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 相识一年后 两人就幸福地步入了婚礼殿堂 2009年3月9号 李静的女儿降生了 在没有生孩子之前 李静听许多朋友描述过第一次 听到孩子喊妈妈的感觉 但是当李静亲耳听到孩子 第一次喊妈妈时便是激动不已 李静一直以来都是圈中公认的工作狂 女儿无意之间的举动却让李静倍感惭愧 开始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家庭 因为我们家老婆排行榜 原来是我排第一 然后最近是姥姥第一 爸爸第二 我们家的狗第三 我第四 但是我就挺难受的有一点 因为最近太忙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穆尔我要跟你说抱歉 因为你要跟她说大人话 她说怎么了 我说听说最近在排行榜 我排在了狗的后面 我说妈妈最近没有时间照顾你 我说但是我很难受 你把我排在最后 妈妈你排第一位 女儿还激发出了李静的另一种才能 那就是演戏 在家里李静经常拿着各式各样的玩具 自己配音为女儿演玩偶剧 来启发孩子的想象力 这对听信外向的李静而言 实在是特长和爱好的巧妙结合 我就给写 比如说希望小孩在戏剧方面 因为戏剧是最启发孩子的一种想象能力 拉一块布 我是小熊维尼 我今天要跟朋友们见面了 然后小羊就出来了 然后穆尔你最近怎么都不给我洗澡 然后穆尔就在下面说 说我给你洗了 我说穆尔你要好好的学习 要不然我就不高兴了 那种特别热闹 然后我们给小熊维尼穿穆尔自己的衣服 就是把那个孩子的鱼穿的小童鱼 就是 我觉得特别开心 除了多出时间陪女儿外 李静还想方设法让女儿多和他身边的朋友接触 就这样 李静的女儿从小就认识许多明星叔叔阿姨 不仅和李静的好友戴君老郎关系密切 就连李静公司的一百多人 李静的女儿也都全部认识 最好的男士是戴君舅舅 然后是 什么金海鑫 王静 然后还有 老郎 老郎的歌他最喜欢 老郎新专机每首他就会唱 每一首连过门都会唱 就这样 李静从以前的女强人 逐渐转变成现在的事业家庭两不悟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可爱的女儿 李静才成为现在的成功妈妈 去年的一个婚礼 唱红的一个妈 那就是张岚 张岚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商人 餐饮起家的张岚 如今已经躋身 中国餐饮界巨头之中 而张岚之子汪小飞与大S的婚礼 更是让张岚成为了娱乐圈中当红的婆婆 就是这样一个妈妈 也是曾经不为人知的奋斗士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世财无力 因为太不容易了创业 每一分钱每一分钱的积累 当不买单的时候 我就是忌恶如仇 所以骑个二把车就去了 后来那个就说 我一看那单还不小呢 六百多 那个时候六百多 六十多嘛就算了 六百多不行 后来这个时候 他们就动手了 快了我肚子一脚 我当时就蹲在那了 但是我还是就是拉着他 他必须白单 精心创业的张岚不喜欢别人叫他女强人 而喜欢另一种说法 强女人 而这样强女人的软肋就是儿子汪小飞 儿子的照片你是戴在身上 可是你从来不摆起来 是扣着的 对 为什么这样 那个时候是背井离乡 寄人离乡 那种痛苦 那种孤独 所以说呢 又特别渴望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又想儿子的时候 你一看儿子照片就会落泪 就会那个动摇你的意志 所以说呢 我要坚强 所以说把儿子照片呢 放在心里边 听到以上的话 你还会把张岚看作一个 仅仅非常善于炒作的商人吗 从汪小飞与张雨琪分手时的 低调成情 小飞好像也不是特别开心 我相信呢 雨琪也不会太开心 因为两个人没有缘的时候呢 性格不合的时候呢 可能会坚强吵架 我也会坚强说小飞 但我觉得分开了 其实对大家懂得好 到大小恋时高调秀亲近 再到大S与汪小飞结婚前 对大S的高度评价 以及最后出面草草素语解释 婚后不合 不难看出张岚从低调到高调的转变中 藏着对儿子的关爱和保护 当张岚高调后 汪小飞就是这么低调地和大S 幸福地过上了小日子 想方设法为儿子将以后的道路铺好 自己劳心费力 却成全了儿子的幸福生活 张岚当选今天的逃步万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